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天 双城家乡的莲友们来看望姐姐 姐姐非常开心 姐姐1954年离开家乡 58年没有回去过 她不疲不倦 精神饱满 声音洪亮 和家乡莲友落了近十个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稍等你带我去吧 主角吧 跟声唱 今天吧 家乡的莲友来了吧 今天我吧 今天阿弥陀佛就要我表演着 给家乡的莲友看看完现在的状态 阿弥陀佛 可是一会我讲话的时候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今天是主角上场 其实吧 我不是主角 我爸是 大家都是我的老师 我是大家的学生 学生今天再向老师汇报 我爸先表演表演 让那个老师给我评价 评价 我合不合得 你们 别看我这样 别看我身体 加油 假的 阿弥陀佛 我 阿弥陀佛 我现在你俩痛苦也没有 阿弥陀佛 成天发起痛了 阿弥陀佛 我一天可惊人了 我一天就这么一天天 就这么做的 可以说了 时间到了 我这个家乡的亲眼都来了 错点消息 早都坐上紧张牌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咱们今天大家团聚一堂 实际现在咱们都在七宝宫边 咱们都在莲花之上 咱们有形的众生是这么多 那个无形的朋友 没啥计算 祝佛菩萨 天龙八雾 龙天呼法善神 现在都在都在 早都已经来到了 阿弥陀佛 所以咱们吧 这也是呢 莲池海会 那个阿弥陀佛 老慈父 只不过通过我这嘴 现在吧 他也在 那个 发 讲究说法 莲池海会的法会 没有结束 正在进行 正在开始进行 阿弥陀佛 下边吧 就是咱们今天呢 因为我家乡的老乡都来了 那个姨母说 老乡见老乡太紧了 是不是 我那个 五四年 那个 我爸在东安上班以后 我爸五二年来的 我们家五四年班的 就一直到现在 除了这么多年了 实际 我对姨姨也很劲呢 但是啊 就是说的 我呢 就是说的 一切吧 就是从出生到现在 我一切吧 那时候不知道叫佛的安排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实际 现在我知道的 都是佛的安排 我妹妹在蝶上不说了 我爱哭 我那时候也找不出爱哭的原因 爱哭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吧 我知道了 现在吧 我知道了 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老苦 我不愿意来到这个是苦难的世界 那就是说 现在我明白了 我为什么又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因为佛菩萨 提我的使命 让我来吧 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 让大家吧 走回家 阿弥 佛菩萨 所以今天嘛 咱们没外言 我平房 室里这些人有 那个 崔大姐是室里的 我们这些都是我附近的所有人有 就是那个 没有别人 那个 都是自己家人 随便聊 随便说 咱们嘛 不居于形势 咱们嘛 就是 话话卡卡 下边吧 就是说 大家 那个 就是 需要有什么 对我的 嘱咐 大家就开成佛工的吧 就 谈一谈 我呢 就是说的 一定满大家的愿 让大家高高兴兴地现在聚会在一起 也让大家将来高高兴兴地回咱们朋友的故乡 阿弥 佛菩萨 下边吧 就是随意 随意 我平常不会说什么 我没有我妹妹那个口才 她是老师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我一天上班就知道干活 要让我说点什么 可难为死我了 您在试法 刘老师在红法 今天咱们不谈我的过去 咱们现在吧 就是画在当下 因为现在是最最关键的时刻 其他的吧 就暂时的放下 咱们就画在当下 大压话 随便抬 这屋子吧 比较窄 你看我家乡的人来了 第一次到我这个小地方来 我看得站着 辛苦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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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人家平时都看些什么经书呢 我妈看的经书比较少 我那就是《无量寿经》《大经节》 《六百集》我看完了 那个 那个 《黄金黄云万》 我看了一遍 完了是接着我看的《大经科度》 现在《大经科度》吧 我没看完 看了这几个经以后啊 看了这些光点以后啊 我多了我记不住 我就记住了两个字 《幻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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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幻星 听话 我爸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 从小我妈妈要求我非常严格 她对我妹妹宽愁 我爸也得感恩妈妈 就严格教诲 所以吧 我从小就听话 到现在我也听话 由于 我听话 所以吧 就是说的 我一直到现在 没有其他的 心里没有其他的网念 就是 佛菩萨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所以现在吧 就是佛菩萨给我 一切交给佛菩萨 哎呀 太好了 太自由了 活得潇洒 走得潇洒 想来咱们再来西方法界救度苦难的众生 咱们更潇洒 阿弥陀佛 咱们梦法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放假外人一心练活 刚才我不是说 换些什么 把心里 全拉着杂杂的那些垃圾 全清出去 怎么清出去 装阿弥陀佛 四字鸿鸣 把那垃圾都挤出去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次出去 不是开场 咱们到什么开市 大家不随便 我和赤医生当中 纠约术的情况 就是思想简单 不会分析问题 别人说啥我也听不懂 那时候就没学会之前 我就大脑吧 没有东西 别人说啥吧 我也记不住 我也不往心里去 我这个人一生吧 那个 我外生女儿吧 有一句话说我 她说我大姨啊 就像一个面团 捏圆是圆 捏脸是脸 我外女儿和我爸 没有就那一个姑娘吗 一个儿子吗 那姑娘和我爸最投缘 我有啥事愿意和大姨说 我对一个人生不起来那个仇恨的心 无论吧 就是说就毁谤我 侮辱我 我爸就是可怜人家 完了吧 那个 没有那恨心 没有那恨心 另外这一生当中我不会算顶 什么事儿 别人说什么 就是我听过就完事儿 实际在日常生活当中 咱们都生活 在这个缩合世界解释年了哈 那个就是堪堪苛苛的 大家吧 都能遇到 是不是啊 所以就无论遇到逆境 进行这个瞬境 当然咱们这个可可固的那假的啊 就是有说也有想不通的时候 我呢 就是说的 人 我妈即跟我说一句话 人要良心症 要是清清白白 本本分分的做人 我爸就本着妈这个宗旨 所以吧 就是 就是 呃 尤其我学会以后吧 我遇到什么困惑的事情 那个佛菩萨吧 就会电话我 怎么电话我 他就用那个寄送的方式电话我 我身边跟前没有别人吧 他就用这种方法来电话我 历理很深 但是说的非常浅显 我看到了这首寄送 我就能明白怎么不是我该怎么做了 所以吧 就是 但是 我为了报福恩怎么报 我儿就在这个苏佛世界 咱们自己还救不了自己呢 人家更常到报福恩了 真正报福恩怎么报 咱们只有自己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那个反领了 到极乐世界咱就报福恩了 我说两句 我有幸和刘仪姐言相识不到两年时间 刘仪对我们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 善良慈悲 刘仪的善良不仅体现在 我们尊重的刘老师在想法的时候 说到对妹妹 对家里的亲人 对邻居 对丈夫 对朋友 几乎是对所有的一切 包括动物 这几位猫菩萨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刘仪行动不方便 可是这个床上 还有两只猫菩萨 真的就是像孩子一样 依偎在刘仪的身体 以前刘仪这些事情 我听刘老师讲法的时候 听到一些 听其他佛友介绍一些 跟刘仪聊天的时候 听刘仪讲述一些 让我感到可不明显的是 刘仪的慈悲 我觉得 刘仪今天 没有修学有这么大的成就 从刘仪的慈悲 我们就能体会到 前段时间 我们家这位同学 在 修学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障碍 他自身遇到一些问题 刘仪看到 看到我家这位同学 就是在他那种 比较痛苦 比较遭受折磨的那种情况下 刘仪这么大年 我到家来的时候 刘仪流泪的时候 我恨不得我自己替你遭受这些痛苦 我们 来到刘仪家的时候 总是不愿意走 他回家跟我说 咱家有这样一位老人都好 我真愿意 这样 就是 伺候他 每次来的时候 我当然 也可以说是同学 因为我俩都学过 他就不愿意走 都是我不想 就是 站在刘仪太多的时间 站在刘仪 有事坐着 怕刘仪休息 反而我都是 二十的 或者刘仪在的 离开 今天 想 想到 刘仪 他说 我来给西方极乐世界 我真是又高兴又舍不得 高兴的是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位真正认识的佛福福 舍不得的是 当然 我们生活 或者休息 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 无法 面临面的 见见老人家 但是我相信 年老人家一定会 在我们的身边 在每一位佛教的身边 都舍疯了 阿弥陀佛 就脱掉了 留意 换医生 更美妙的医生 留意 随时都在你们的身边 就是 有困难的时候 自然的就化解了 阿弥陀佛 我这些老师老花还得学生 我希望我所有的老师 都给学生提点不足之处 我这次吧 这么表白 就是吧 呀你们现在众生不执着吗 就找这个像嘛 其实佛是无像的 就找这个像 所以吧 就是给你们这个像 看一看 到时候啊 也挺舒服口服 呃 昨天送来吧 但一盘光盘呢 他那个老师他往生 三十四天没吃没喝 呃就是 红红满面 那个 这个 这个脸蛋都睁睁着 就像那个人胖 都睁着着 那嘴唇啊 就像个 擦口红的似 痛痛痛的 三十四天没吃没喝 那个 那个佛友去就这么换了他胳膊 呃这个 跟他家 欢迎大家所有来 给你送醒来呢 人就这么欢迎欢迎 对不对 就拽着他这个胳膊 唉 唉 透点消息啊 说吧 唉 小宋就跟我妹妹说了 说对吧 那个 哎呀我那个宋往生啊 送这么多位那个 往生的人 哎呀这位往生 这个老人非常熟生 他可能就跟我妹妹说着 行用这事吧 对 三十四天 未吃未喝 啊 最后红光碗面 可能他就按 他就说吧 那个 我妹妹送口就说了 说对吧 你现在的任务吧 陆续的呢 陆续的就是在连 就是连接上了 陆续的就在进行了 最后他说一句什么玩意 还有点 Что sustainable 他那边住心感要大爷 现在呢 我刚才我这个家乡的缘友来了 我为什么躺那么起来 从人世间来讲 你看这老人家不礼貌 我们这么老远的来 你看他躺那边不起来 其实我就让家乡的缘友 看看我的实际状况 我现在身体活动的状况 然后我的所作所为 想来 哎呀他们 像就是在度众生当中 他有事实说话 哎他能说服人 我现在吧 就是这个 原来我爸 我说我是一颗无名的小草 我从大字眼中来 我爸悄悄地回归大字眼中去 现在阿弥陀佛 这老人家 给我这么个特殊印度 要我这么表法 我爸一定不能 忽不佛陀的期望 我一定表好这个法 现在过法众生 你着这个像 你晚上之后 你什么来记得 什么类像 也念发说 那我没看到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换问号 我呢 现在呢 生动过苦的 我就做到这样的 和大家吧 就是面对面的 闹嗑 讲话 是吧 我活生生地 做到这块 我怎么表法 我竟用寄送 从现在开始 不许给我寄送 那不是我 我只不过 起个寄送员的左右 把这些个寄送 寄送 寄送下来 等我往生以后 要你们拿我的寄送 在我这个 没往生之前 现在就这么 面对大家 这个实际的 这个场面 然后我往生之后 前前后后的 各种的 情况 你们一队 阿弥陀佛 修 修 修学 修五节 成就了 极乐世界 我现在为阿弥陀佛 做正转 他五节修成了 阿弥陀佛的世界 阿弥陀佛世界 那些美好的 那个景 他让王姐不说了吗 我就用这种方法吧 我不是走了 我走了以后 别人通过别人 对呀 来信息了 那个说极乐世界 怎么好 这种 就是 度生的方法 现在吧 好像 有点 那个 不 就是 众生 现在 他不应可了 现在呢 这些 佛法是圆形的 圆形在哪呢 就是咱们吧 善巧方便 变换一种 大的方法 来度众生 让众生 惜福 口福 也给吧 后世的子孙 就是 让他们吧 不走弯路 所以现在吧 昨天小宋说了 他说对吧 那个 你吧 就是 那个 怎么给大家 表发 我说吧 要是我的本心 我就悄悄地来 悄悄地走 现在不行了 我得完成 弥陀 给我这个使命 那个 就是说的 我一切 都交给 家乡的 莲友 为我去办了 我什么也不管了 因为我发心 我交雅子做活 我现在 就交为 佛福 我现在 到我家的 老头什么 有交雅子做活 我全部管了 我现在 我是 我们也不是说 爱哭吗 那个 那个 就是 我还看不得别人 这样的 就是 现在我心 非常平静 我得到了 消息之后 我心里 说话 一点活脑都没有 但是呢 我就 我就是 这一点 我一定 把这个 表发 这个 做圆满 刚才 那个 金江弟弟 他说 他两次 都闻到咸味吗 既然他说了 我就说了 其中的一项 有最项 民法 别得展示保密 不是保密 既然没成熟 没到时候 就是我现在说了 有些人又没有怀疑他 他虽然拿在湖边烂造去 他乱写的 是不是 我现在吧 就是暂时保密在哪里 我把记子吧 根据佛陀的安排 我都一手一手完整的记山来 等我往上以后吧 就 大家就公布给大家 昨天 小宋来 录像的 那个 他录了 很多 我也说了 很多 以后你们才 光发让你们看 就明白了 所以 昨天说的 今天我就不重复了 以后大家都会看到 好 我现在 我有来了说 你一天一天 就在那块坐着 你不累吗 我不累 我要累的话 我能老实在这坐着吗 那说你的气候不疼吗 我说要疼我能坐住吗 现在吧 佛陀给好多的联友 透消息 关于我的事吧 有缘的联友 佛陀都给他们透消息 将来可能 从他们的消息当中 要证实的一点 就是说的 现在 就是这个 联友 透过来的消息 开始吧 我没太费逆 因为吧 就是 我想了 因为我学佛 走了好长一段弯路 当我真正的 就是 度老法师 这个无量受精 我明理了以后吧 我其他的 我全抛弃了 我就是一心 跟着 老文师 进攻老文师 走到底 我就一定是 这个净出法门 我修到底了 哪怕别人说的 今天来说的 现在就有一种法门 我现在告诉你 你就能成就 那你去成就就吧 我没有那个 有别人的 胡乱 我现在就是 净出法门了 一心灭国 我这条路 我就坚决走到底了 别人谁 拿不动我了 我现在就是这么一种心情 现在的心特别平静 要多往 要多往常 因为我爸就是在掉眼泪 心最软 别人一掉眼泪 我受不了 现在佛友来的掉眼泪 但是现在佛友来的掉眼泪 我的境界和以前不一样了 佛友变眼泪 我也吧 变眼泪 我现在变眼泪 是怎么变眼泪呢 我是吧 就是 众生分别 跟众生分别而分别 跟众生之说而止 但是吧 我的心非常平静 阿弥陀佛 今天吧 不难找到这个 就是有 就是无量无边 就是 诸佛菩萨都在身边 佛菩萨王语 我来到这个世界了 我妹妹不老管着我 给我气瘦吗 我那个 但是我从 我四岁我俩都长疮 她长疮比我厉害 她整个这翻街心都这样 我只不过是头 就是那个四岁都很软着呢 长疮 能存吗 又没有什么方法治疗 那个 就拽着我妹妹 拽着吧 就是从四岁开始 就处处的 什么都移着她 什么都移着她 哎呀 我觉得妈妈给我生个小妹妹 我俩是个伴吧 相忧一命 就是那种姐妹之情吧 就是不自觉地油言而生 那天吧 我坐在那里吧 我就打个妄想 我就问佛菩萨 我说的 我妹妹老管的 老管那天上讲 我受她的气 那个 佛菩萨怎么告诉我的 她说的吧 按着这士族来讲 弟子归生讲了 胸有地公 就是说的 那个 弟弟应该尊重哥哥 哥哥应该爱护弟弟 这是正常的关系 那我俩正好跌倒了 妹妹管的姐姐 我问佛菩萨就告诉我了 她说的 我说的 我说的 现在她这么大的使命在间 她到处说吧 我受她的气 我就担心吧 别误导了一些众生 说你看她怎么那么邪乎呢 佛菩萨告诉我了 没颠倒 我俩吧 金正经是一奶同好姐妹之情 我俩各有跟这些使命 特殊的姻缘 所以告诉我了 我现在明昏了 告诉我俩渡生 怎么渡生 她是明的 我是隐的 我是默默无闻的吧 自自严严的就渡中生了 她居然成熟了 她必须得这样去渡中生 张熊妹妹妈 那时候 她始终老说我 她说 大姐 你得数人强 你得数人高 她那时候说话吧 她说了 我觉得大耳草 我心里 我这做嘴正塞的 不会说 不会老的 我说的 我妹妹比我嘴 茶子硬 另外我还不会学话 都放在电话 我都说不清楚 我妹妹自己想当中 她对我 就是非常严厉 多长她都没有那种事的 你瞅瞅 带着个电话里头 连学话也不会学 多长得长 电话哐 她就这样 每次来 都是对我批评 你看那个 从哪的 就是 老法师 把她 出名了以后 就走那走的 我俩一年 见不见了一面两面 好多的 佛友都说 那个 那是 别人不知道消息 我当姐姐肯定知道 其实我一点不知道 我还没有连有知道的消息 多呢 您问我 我不知道 您不相信 我妹妹在 那个庆天上 我们这来 在那道场 说的 你们不要去干扰我姐 她吧 不方便 有吧 有对人有吧 有对人有吧 就是 不太理解 那意思是说 那些 妹妹出名了 姐姐也都大很多 我妹妹不见仁 我妹妹不见仁 姐姐也不见仁 我妹妹不见仁 其实我不是 我现在吧 孩子吧 三三二早 上午半下午半夜半 那个女婿 往生了八个月 就我们俩俩 我今天 我下不去地 佛友来了 我开一开门 我太着急了 所以以后啊 佛友来了 我就说 我说的话 我生来 这一生当中 我没有架子 我不会端架子 就是你看 哎 现在 就是这一茬的 这老大姐啊 那个就是 特别了解我 跟我特别亲戚 这都二三十年的了 现在吧 就是 这个岁数中等一点的 三四十岁的 四五十岁的 他们看见我也特别亲戚 有的都没见面 第一次见面吧 哎 这我就特别亲戚 有的吧 那个 进屋了以后吧 我根本就不是 也没见过面吧 进屋了 到我跟前 捧着我就哭 说啥呢 大姨 我往抱着里 就想哇哇大夫 哈哈 哈哈 从一一子 往生那个 小罗 往生那个小罗 给我三十六记子 他那个 后来佛友来说 他说小罗吧 他说了 最后走之前 他都说了 他说对吧 老姨好 大姨更好 我爸那个就是跟大姨 那个感情吧 比跟老姨还亲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我总想大姨 后来他整的病不能动啊 我总想大姨 我这个小影节目就是他给我烧过的 给我一手记子吧 大姨是大姨大姨 就是他到家了 新家乡的美景 太美了 太美了 完了 你是我的老妈妈 妈妈回家 儿 亲自去接 就这个也 那个 就是 他这大姨就是这个 一共给我了三手记子 嗯 所以吧 我虽然不会说 我那那个 你笨嘴笨栽的 但是吧 你身心当中啊 就有个人缘 你谁见着我吧 都愿意和我接近 你看我还不会说 不会到 嗯 最近吧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嗯 我从来吧 不会说硬话 最近和事吧 我不说刺激的话 我也不会说 我也说不出来 最近吧 嗯 说了几次 说话说得特别硬 嗯 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从来吧 就是不接别人的什么 什么例子呢 就是说的 来了以后吧 说的 嗯 那个 一个人 他特别会说 另一个人呢 他那个 劝了吧唧的 那个说话贼难听 楚觉横丧的 说的 你看我说 那个话吧 我都留一半 不说 那说的话 现在呢 都说吧 愿意 不愿意教我 愿意教那个 楚觉横丧的那个他 你说 我从来没说过那个话 完了呢 当时你说我说了啥 嗯 要搁我呀 我也不教你 我也去教他 当时说的话 也弄不了眼睛 哈哈哈 完了 事后我就想 今天怎么了 为什么妈说 这么硬的话 从来没有过 完了就给我一手祭送 说的吧 就是 嗯 喜欢老上人 讲棒 金刚棒喝啊 啊 就是说的到时候了 在乎用金刚棒喝 不敢烫了 你这个 我真心就是 希望他不能落下 一定要回家 哎 就这个意思 给自己啊 我明白了 啊 那是 不是说我 因为我说那个硬话 实际吧 就是说的 爱护他 怕他玩儿落下 一定要带他回家 就是 因为我曾经 那个 发过愿 我说的吧 在我身边的 嗯 护法 那时候 树如云 不是 说了吗 我要是不把你们带回家 到时候没法喝 你多慈悟交代啊 你干嘛 自己回来了 你把汤都在那边收苦去了 所以吧 我也发个心 我身边的护法 我也一定都带他们回家 嗯 其中有的人不理解 那意思吧 现在 嗯 也有点偏差 现在吧 就是 树元是明年 光迭吧 传遍了全世界 现在的注意力 都在树元身上 有点什么事 绝对的相信树元 哎呀 刘老师给我保证就能解决 我不是说 我说今天说这个话 既然时机到了 我该说了 因为我就要回家了 要是如果这么面对面呢 我没有这个机会再说了 就是说的 意思就是怎么说的呢 那你有你有啥子 你那个能带我们回家吗 就当时吧 就这么说了 但是从我 那个 呃 我不那个 怪他 因为他 就是 觉悟还没到那个程度 就是说的 因为我是心急 我身边的护法 我绝不能把 让他们调队 我一定 嗯 把他们吧 再回家 跟弥陀慈父 有个交代 哎呀 哎 但是呢 虚空法界的众生 我一律平等 哎 就是有缘的众生 现在咱们陆续的 成熟的众生 陆续的走在回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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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胆小胯室 有啥事我不敢说 曾经有一手机子吧 告诉我 那个 胆小胯室不诈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说 不呢 太慈悲到祈父了 时时刻刻的 都在吧 关注着咱们 都在吧 爱护着咱们 哎 就是说 时时在提醒咱们 哈哈哈哈 所以 咱们今生吧 一定能分享 嗯 就是 弥陀慈父流血泪呀 嗯 金币 长髓 叹耳鬼 嗯 今生今生也成熟 嗯 同归结乐 嗯 嗯 嗯 把父为 违犯特别是 往周为 啊 咱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挖锅里都说的 说的 时间太长了 大家说 嗯 今天嘛 呵呵 主要是大家说 嘿嘿嘿 我有个体会 早有 这个认识 我想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想留意 就给咱们 树立这个榜 什么榜 修行 或者学会 如何对待病苦 以前我们 嗯 嗯 在 圣物总 休休的路上 也会碰到 这样的 障碍 那样的 病苦 这个时候我们总想 找个大德 啊 甚至有时候很多人找 刘老师 包括我们也找刘老师 嗯 来到 刘姨家之后 我看到 刘姨 坐在床上的时候 这样的行动是相当不妨的 但是每次来的时候 刘姨都是满那小 就反复那个双腿都是好人的一样 包括今天那个刘姨把他 小背盖上 意思也就是说 哎 别让佛友看着我 按那条腿 我知道刘姨在活动的时候 早在床上一个移居住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 甚至连她的女儿帝君都不知道 嗯 照样给女儿 给 亲人 给佛友 是笑脸 实际上很长时间 我就在想 我们碰到点业障的时候 碰到病苦的时候 总是想 那佛夫妻给我消敌的业 哪大就是给我治好 可是 我也想过 刘老师啊 这是公认的大人 可是 她的姐姐也是照样承受这些病苦 嗯 也是每天在默默地忍受这些病苦 我 听 刘老师讲法 在吉林市到场上提到 瘦了 了 很长时间我就琢磨这几个字 当我自己遇到这些冰魂的时候 我在对着 刘仪 我想对这两个字 认识得更深刻一些了 瘦了 了 昨天 刘老师还对刘仪说 你这样大田的呢 我想 这句话也是对我们哪个修行人说的 我们不能说 遇到业障的时候 碰到病苦的时候 总想败求 还得向内侣求 我们还得 还得忍受 我们不仅要忍辱 还得忍受 病苦的增长 当我们 端正这个心态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 向内侣求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好好修行好好念佛的时候 我想这就可能说的是 叶小智能够 回归我们本有的家园的那一天 就是我在这么一点认识 说的跟那样 对吗 好 其实刚才王姐说的 有点什么事就来找我来 就是 这样是帮助的 你比如说 那个 所有什么的 有点哪块有点身身 有点病痛 或者有点什么事的时候 来找我来 那个 我吧 实际我没有身痛 那个 就是佛的感应 那个 就是 就是 瞬间的 就是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那时候吧 我没有悟性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也曾经 怪罪过这几个大上谱子 说你们干嘛 要老让我这样做 到时候 您说的 那个 有的 因为有的佛 我说的 你别把路走偏了 所以 现在看来吧 那确实是不是神通 那是佛吧 就是感应我的 让我救度人 到机缘成熟了 该怎么救度 就怎么救度 因为吧 我没开悟 我不知道 你也举一个 举一个例子 那个 去年我在室里念佛的时候 那是 那个 那个 那什么玩意 就是不跟家里通宵 也是一个 特殊的机缘吧 完了 那有一天 电话说可以给挂 家里挂个电话 那个 就是 你说我挂 啊 就三个老大姐 挂着呢 走打着呢 给他们撒 首先挂了三个电话 给他们撒 不同的 让他们 让他们就是 都是植物 我对那个 英勇市场 就能送出来 对那个植物 我家里头 那个能做过 就是这些野草 什么野花 我都不认识 我都不懂 告诉他们撒 不同的三种花吧 让他们去做 那么就是 还告诉 当时还告诉 你们做 是怎么回事 都告诉的 回来我一问 他说 哎呀 效果可好 让我吃苦笛 让我吃苦笛 吃吃鸡 剁馅包包子 你看 多吃味道 我到现在还经常吃苦笛 他最不愿意吃苦的 所以就 我不愿意吃苦的 我不愿意吃苦的 我能吃苦的 我那个大伏把 戴眼镜那个 他是242医院的护士长 那个 那是我的大伏把 跟我忘 我 是那个 平常忘 不到我跟家 我要有什么事了 因为 他把 我也所以他花点花啥 保证他就来了 那就是 处着跟着我 他的一个二侄女 得的那个病 那是我第一次吧 给人去表病 嗯 就来了以后 说这 那个 刘姨 刘姨呀 我这个身体 我说我就会念 活会不会治病啊 我说对医生 虽然我大爷是 呃 宗姨大夫 外科 之嘎的姐子 双证有名的 现在你们这茶营 可能是 呃 不太了 不太知道了 那原来 双证有名的 外科 宗姨大夫 之嘎的姐子 这一个好一个 呃 我大爷 我大爷 那个 医德特别高 他呢 不酷弄人 他能给你治 他告诉你 保证能治好 他不能治 他就告诉你 我不能治 我大爷走吧 人家 头五七的自行车 八十四岁的老人 农村的造不好走啊 还 除外囤子给人看病 我那个下午回来 那个 明晚上就走的 一点也没走对 嗯 就这么走的 虽然我大爷是带过 我因为市场队 我就上这边来了 我也对那个 一点也不懂 什么种草药 我都一窍不通 他那侄女就问我 我当时吧 就告诉你 接锅草 七天你上去 完了 熬水喝 你不要那熬几天 回去以后 他还指那种 真虔诚啊 您不说 心诚则灵啊 置心一处 就是你这种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效果不好 他还倒怀疑的 你胡说八道 拿起效果 回去了 心机特别前程 人家的病就好了 好了以后吧 他们同事有啥病 你那个 他不是他那种病 给你这个 喝了就好 他跟我说 他说 你看那个小灰 完了你说 他把这几乎扫 好吧 他不管你谁 完了也不管什么病 他就给你喝 一定相信 他都喝好了 你看 不可思议 哈哈哈哈 感恩祝国菩萨 光临道场 感恩 感恩天龙高部 龙天乎法宣伸 祖师大德 光临道场 感恩 祝位 善君是光临道场 感恩所有 有缘的众生 光临道场 改双城的联友 不负辛苦光临道场 我这个说两句 我这个双城的联友来 他们是小宋 一个电话 全立马就来的 他们这个团 就是发行一切全包 赢自己 不用 就是付硬核的 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管 这些个佛友 就是不负辛苦 他们八年了吧 对 这个团队 一直坚持到现在 就是为阿弥陀佛 做一工 做后续的工作 让后辈之人 都能够把少受挫折 离苦得乐 实际他们也是无良苦的呀 阿弥陀佛 今天嘛 就是谢谢家乡的联友 不负辛苦 才赞到这里头 我还等你说 站了好几个小时了 大家辛苦了 少米 少米 我们这个附近 这些个老姐妹 老菩萨们 就是大家 来到这个造场 都是有缘人 今天呢 就是说 跟我这个 双重的联友见面 大家也光洁法园了 将来呢 大家共会极乐世界 也感恩 最后感恩 也同位 和陆相师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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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了 大家休息吧 这么多老人 还有双重两友到这儿 没有休息 一直你看站到现在 我就家人 你醒不醒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生既来 来之既站 站之既胜 阿弥陀佛 他晚上 一到宋街的时候 对 对 就是宋街 那时候 就是百日 百日 给我的那个 回来 送小姐 控座的那样 就是告诉我 百日为你吃人 所以我爸写了好长的一首记子 他说的 妈妈 现在我随时随时吧 都在您的身边 我随时随时吧 都为了离开家园 他说 只不过是你们现在的维持空间屋头 你们看不见而已 他说现在家中的事 我都一目了然 他说这极端世界那个美啊 就是美不胜手 就是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到时候他说妈妈 你要回家来你就知道了 哎呀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你看我跟李卿我俩子 心里一种没有 心里没有一点真相干 我俩儿一天心里可平静了 我俩一天说说笑笑的 我老姑娘说好嘞 这我好顽皮啊 有时候回来 为了安慰妈妈 说几句调皮的话 哎 逗得你可开心的呢 我俩俩真的吧 就这样说过 一天感觉非常快乐 一点没有那忧愁啊 苦恼啊 没有那种感觉 我一小爱哭 我现在不哭了 哈哈哈哈 现在就哭了 现在遇着什么事情吧 我没有眼泪了 我掉不下来了 我有时候真奇怪 哎 真正想掉点眼泪 掉不下来 我自己感觉 起床了 现在怎么 就是乐 就是高兴 现在180度的大国外 他可能是树叶老师 我哭哭吧 我最后有笑 你看着 对树叶楚叶 我的态度是全灵一副 我怎么支持他 我在家里念佛 我就是全灵一副支持他 对 对 你看他走啥的 我不惦着 他是在做伟大的事业 做佛的事业 至高无上的事业 啊 没错 我就是你家有不惦着的 我把那个姐妹私情嘛 跑到九十年外 就校园外去了 我俩亲生 是同朝姊妹 我俩过去生中 我现在知道 吃点小刀 我爱你们 我们嘛 本事都是极乐人 现在知道了 就是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来 就苦去那儿来了 只不过 他的分工不同 形式不同 我妹妹呢 是那种渡人 我呢 是这种渡人 就是平平反反的 不知不觉的 今天不说了已经吗 他是明着的 我是呢 那个 他是险 我是隐 他是明着的 我是暗着的 就是说的 不知不觉的 世界就在住人 呦 原来我也不知道 我还寻思 哎呀 我这一生当中 为什么这么柔弱 特 我就是我 私的心特重 嗯 树云 立即我们仨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对牵手 牵眼观世宁菩萨 就是 原最深 嗯 原最深 嗯 我们仨在树云 在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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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现在他的工作 已经启动 他走着 撂着都人 嗯 那个 刚成王姐 嗯 他的那个 感情特强 嗯 而且不止一个人说 就是说的 跟着他导致 嗯 那个 那个 今天发言的 瘦王姐 嗯 加r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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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护持你的老姨 你老姨现在身边不需要你这样的 你亲手一点的 我小姐会有任务吧 那就做得好 那有瘦啊 不要舍地众生 这就是你的聪明 你的智慧 为了众生 怎么都行 为了个人的话 还是找到几个世界也好 他现在就是把我放下 把我放下 放下我 第一步放下我 第二步走就比较容易 我是最难放下的 不知不觉的吧 这个我就起来了 还是我还把他当作我 我怎么怎么的 现在的话就是 一生最大的困惑 是什么 我自私自利 最大的困惑在这 如果能把自私自利 这个问题解决 下边那个什么 五月六成啊 他跟什么呢 最难的吧 就都根没解开 自私自利是根吗 把这个根刷掉了 那个烧就好办 那就好解决了 现在我难就难在这 因为吧 就是现在 我们工厂吧 就是我们退休之前 那个横幅标语 工房里头天王 那个横幅标语 写这个 为钱 不为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的 我们为了前进那个动力 那个钱 不要为金钱这个钱 现在正好点个了 到个了 现在是为金钱 你要知道啊 那钱咋写 真理钱 金字 那边两个格子 那两个格子 是两把刀啊 那个 事也不说了吗 那两把刀 把你命来削 你要能看过的 你把那个墙推倒 能够围着自主墙吗 说的 你把这个墙推倒 你就自由了 就自由了 你就全明了了 对 现在就是这四肚墙 很难推 财色明帝 这四肚墙 事实的都在围里 那个家 这什么家呀 那个家的 真理写的家 上面宝石盖底下 不是那个猪娘 猪羊牛那个猪旁边吗 这边这个 像全幼稚的 这边 搞个褶子 不念猪羊那个猪吗 它天上宝石盖 什么意思呢 去掉那个 那个褶子了 上面填宝石盖 它是 咱们你 那哪是家呀,现在咱们徐伯仁报冲破了一个家,昨天那个老头过来,我跟老头说,我说的那个,嗯,我跟你说件事,我说你是,嗯,你是好佛佛啊,今生来度我呀,那度我回去这个,我说的感恩你啊,那个,我说的,嗯, 嗯,咱们,最后生神,这个夫妻缘,有断了,这个缘,彻底的断,掐断了,没有了,我说的,以后的缘分,生神是,咱们吧,是造有的,我说那缘多出生呢,现在我爸,那句声,我又说了一遍,我说老头,你兄弟们没有,嗯, 听你呗 不知是啥,ıyor咱们老人不说了吗,不知是元娘,儿女是货 现在我们学过,咱知道的四种人,谁是谁的儿,谁是谁的女。 两眼的地口气一段,长生气一段,改召幻念,父子见那儿都不认识,空间还见不了面。 我听小宋主了,你们年纪轻轻的,自己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有高度的警惕。 她整个人,我们我听舒服的你观察。 往外的眼的手,摆扇笑微弦。 现在咱明白了,笑到做的事。 那个银子可千万不能要 一定就把他批得很远很远 现在呀大姐 你看他们都年轻 三十多岁 都是夫妻共修 上午我跟大姐说了 很了不起 真难得 多少夫妻就为了学合 认识不到这一点 有的是女的认识不到 有的是男的认识不到 多少闹离婚的 多少闹离婚的 其实他们不知道英国 今天双生姑娘最好看 你的姑娘 我老娘非常坚强 我老姑一会儿是回家乡了 但是从银世界来讲 毕竟年龄它不是那么大 而且突然走了 在这个银世界 好像有点成功了 我老姑就是顽强地挺下来 在我面前 我没看见掉一滴眼泪 她就跟我说 妈妈呀 如到我好地方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 而且休息了一个礼拜 就开始上班 那还是她老一样的休息的 始终上班就倒了 上午班下午班 我们夜班 她那个活最多的时候 早晨早晨早班 就是应该是五点上班 她要活多的时候 三四点钟就得去 干不过来 她那上班要不然下班又抵着呢 晚上夜班 那天就我来了以后 那天就我来了以后 那个活还都是基本上 少得多得多了呢 我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 三点多钟才回来 那雅如已经走了 也不急 你姑娘说了 你姑娘说了 我值得呀 我送走了两尊佛 成了两尊佛 丈夫成佛了 现在妈妈伎俩又成佛了 所以我已经护持两尊佛了 她现在也发愿了 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她有一个就是个岁数比较大的老骨子吧 嗯 她呢 现在吧 就是准备 准备买 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她姑娘儿子吧 还臭反感 嗯 说的吧 你说你一天没啥事 你就胡闹 那个 她现在买东西 你还不让一下儿子 姑娘看着 她东西西藏 你 你说你藏完 你说的 你要真走的的话 你姑娘儿子还不知道 你都藏了哪儿去 哈哈哈哈 所以 什么叫道 咱们这是学佛 佛就是道 大道自言 自言是道 平常心是道 所以什么 你顺其自言 你就没有灾难 你违反了自言规律 灾祸就来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 一心死了 死了 一死 一了白了 死了 啥也没有了 死了 老法师可不得了 真是可不得了 现在咱学佛 知道这因果观 但是你知道 藏了眼以后 你知道那眼 你要解决 这个果可容易了 你就是 你伤害了你 无形的众生 给咱们 这个简科 无论众生 好度 你跟他说 他名礼 他马上就撤了 就走了 而且有这名礼 念佛了以后 马上就 马上就 佛佛了 就接走 回接着世界 因为他是无形 有没有这个简科 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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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高兴了 感恩双正老乡的关爱 感恩你们 咱们吧 将来吧 都共同回咱们的 原有的故乡 朋友的故乡 西方极乐世界 涌拖着六道轮回之苦 六道轮回之苦 多苦啊 太苦太苦了 咱们都尝到 那个苦的滋味了 现在 家家都不平静 人心 都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苦恼 咱们今生今世 要最后一次生生 永远不再来到这个俗活世界了 咱们回到极乐世界 将来再来 不是这个神 咱们是冲愿再来 咱们是菩萨神 咱们可以分身无数 自由自在的 澳游 西方法界 度一切有缘的众生 都早日成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时候啊 宇宙和谐 天下太平 延免安居乐业 家家生活幸福 阿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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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因为我虽然四年回家,我是五四年吧,上就是家搬到这儿的父亲,参加了工作,完了随父亲过这搬到家搬到这边来的,到现在吧,一直没有回家乡,上毕业以后,中学毕业以后,我是初中毕业,毕业以后吧,就进入工厂, 所以吧,就是这几十年当中吧,实时的想念故乡,思念故乡,今天这么多的亲人来到身旁,我用语言难以表达,我感恩亲人对我的关爱,我感恩亲人, 呃,教,咱们老父母,不相的亲人,呃,也是教我,呃,能够吧,成长,因为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诲,实际吧,也是咱们双生老人,呃, 呃,祂的德性,所以我今天能够,呃,到现在这个地步,呃,我感恩家乡,呃,感恩所有关爱我的家乡员,感恩,谢谢了。 大家辛苦啊,因为第一批来的,第一批来的家乡七年,呃,来到这块儿,一天没吃饭,呃,来到这吧, 啊,站了一下五四个多小时,呃,我感到吧,有点欲心不忍,就个我的家乡,我,但是我对家乡的亲人,也感到了骄傲,呵,我的故乡的,呵呵,人才被除,呃,处处吧,给众生做了一个好保啊,所以我高兴,呵呵,我祝福 我的家乡的所有亲人,呃,呃,今生都能够灰,呃,极乐世界涌脱六道轮回之苦,然后,孙老慈父学好了真本眼灵,道价四行,再到虚空岔土,度,话有缘的众生,早日,呃,成就,呃, 感谢大家的光临,妈,承拗太低,午侍父 三连会 双城堡出的人物都不简单的 现在这个学伯 咱们从昨天到今天 前天到今天 我们双城堡的老乡都是夫妻双修 我为双年轿 他也是夫妻双修 他也是夫妻双修 各位都是夫妻双修 多谢 千万谢只有一句话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 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在报佛的 报父母的 报师长的 报众生的 我更要报双城相亲的 阿弥陀佛 大家休息休息 把来点补充 我会双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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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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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